西北市立图书馆总管居然出现了火爆场面 双方互相呛瞎 原来有小朋友在图书馆里头不断的大声吵闹 一旁在看书的民众人无可忍 要求家长进行管教 后来也变成为双方互骂 官方人员还有保全也赶紧出面劝架 冲突过程也都被拍了下来 小朋友翻开一本本故事书 开心安静阅读 只是没想到这里竟然发生火爆冲突事件 双方人马捏眼我一句互相叫骂 甚至差点就要在扫孩面前爆发激烈肢体冲突 目击民众看露傻眼 官方人员请保全也赶紧上来圈 一直跑一直叫 事发在25号一家人 祖父母跟妈妈带着一个小男童 来到新比市立图书总管看书 只是小朋友不受控 不但爬书柜还动便稀跑甚至大声尖叫 影响其他人将近30分钟 有民众受不了上前请求官方人员帮忙 没想到男童爷爷看到对方的举动 气的直骂不能提亮小孩吗 结果激怒对方演变成双方互骂 官方人员看大家活气都很大 想劝架反遭男童妈妈指控态度差 双方僵持不下险些爆发肢体冲突 好在保全立刻将人加开 民众在现场募集一切 拍上过程po上网引发网路热议 不少网友直呼 放任小孩在图书馆吵闹 又不肯管根本是恐龙家长 请乐大师 言语上的争执 那我们保全跟管员就在中间就把他拉开 逐假期间家长会带小朋友去图书馆阅读 这鬼却因为小朋友吵闹引爆家长与民众之间的口角冲突 也做了最坏示范 谢谢朋友杨文豪新北报道